哈囉大家好,我是阿哲 各位看我那麼多次的手機評測下來 一定都感覺到 我每次畫在拍照上面的評比 總是佔有一定的篇幅 比起當今手機廠商如此強打著拍照 真的得用許多面向來一起比較 才有辦法完整描述 而這段期間,不只旗艦手機 那些比較平價的機種我也都有評測過嘛 那麼相比旗艦機 當今評價機在拍照部分 通常會有哪些短板 當然就是望遠以及畫質好的微距拍攝嘛 望遠的話 雖然今年的手機也有越來越強的趨勢 但你如果說要到5倍之類的無損變焦 那還是不太屬於平價手機的領域 舉以微距拍攝 某些平價機會被獨立的微距境 只是整個清晰度通常還是普普通通 不如高價手機才有的超廣角鏡 不過,想要擁有這些功能 你要多付出的花費 可能也比你想像中還多 比你上當那些拍照旗艦機 那個price range跟平價機是有一定落差的 那對於不想花那麼多錢買這種手機 但同時還是偶爾想要有出色望遠 與微距需求的使用者 那你或許可以考慮透過硬體外掛的方式 來突破手機本身硬體的限制喔 今天要介紹的產品 或許就是你的下一個玩具 廠商的名字叫做Apexo 專門推出各種不同類型的外接鏡頭 總之就來看看有些什麼 有這個常常一看就很專業的砲管 它的型號叫做APL-2040xJJ04 外型就是一個很典型的長焦鏡頭 奈如型號名稱所示 這個放大倍率就是20x40x的光學變焦 底下也有印著這個鳥的icon 也就是說打鳥是它強大的點之一 最後如果有看到什麼鳥的話 也可以拍拍看 那就來看看裡面吧 這邊有一個保護袋讓你收鏡頭用的 還附著這個輕便的腳架是折疊式的 不過畢竟是要外接整個望遠鏡頭嘛 所以要穩定固定的話 今天還是上那種更大的腳架 然後固定手機跟鏡頭的傢俱也放在裡面 這個環是讓你鎖在鏡頭上的 然後下面有一個鎖腳架用的鎖孔 還外送你一塊擦拭部 那打開這個保護蓋就可以看到鏡頭本體了 沒有說到很重 不過也不會輕到有那種隨便的感覺 那機身是有黑色的金屬所覆蓋 上面有焦距跟焦段的旋鈕 前面則有鏡頭蓋保護 連接夾具的地方也有一個小蓋子 至於要怎麼裝上去我們晚點再講 先來看比較小的這盒 這款外面有一圈LED的型號為APL-HB100FL23 它是配有補光燈的外接微距鏡頭 打開來同樣有一個保護殼的裝著 不過這稍微硬一點的材質 裡面的話有這個鏡頭本體 一條Type-C的充電線 而這個就是固定用的夾具 正面有一圈LED是補光用的 下面有連接相機腳架的縮控 上面也有冷靴的設計 LED的開關則位於另一側家手機的正面 長按的話就可以打開 旁邊還有另一顆亮度控制鈕 有三段亮度可以調 而且跟剛剛的望遠鏡頭一樣 都附上這個擦拭布很貼心 像我這種一堆螢幕跟鏡頭要插的人 最需要這種東西了 那你有需要的話 剛剛那些鏡頭也都能搭配這個萬用的夾具 外觀長得跟微距這個夾具很像 只差在沒有LED 我就覺得買這個望遠鏡頭 就蠻適合搭配這個夾具的 它原本附的固定器除非真的鎖很緊 本來因為它頗有重量 所以鎖不緊的話 有可能就會不太穩 好 那究竟要怎麼鎖上去 如果是小型的這種固定器 首先就是定位好要用來拍攝手機鏡頭 通常我們要用的就是手機的主鏡頭 所以我們要鎖就是這一顆 接著後面這邊旋景 再用轉動的方式把YG鏡頭鎖上就可以了 就這種夾式的架子 這個地方是可以移動的 所以這時候固定好之後 再移動這個讓鏡頭對上 再鎖上YG鏡頭 完畢 那這種望遠鏡頭最好還是要搭配腳架才穩 至於腳架可以鎖在哪 有兩種方式 一種就是透過這個大型手機夾底下的鎖孔 另一種就是用這個望遠鏡頭附的環 把環給鎖緊之後 再鎖這個環底下的孔就好 那你以為開箱介紹就到這了嗎? 不! Apple X 我還附了這個酷東西給我 如果想要拍出更細節的畫面 那用顯微鏡總可以了吧 它這個就是夾子跟鏡頭一組的了 找到對好的位置鎖上手機就好 鏡頭旁邊也有一圈LED燈 也是長按旁邊的開關就可以補光了 不然我就現場用看這個顯微鏡好了 看它有多厲害 總之現在如果位置有對好的話 看起來的畫面應該就會像這樣 如果以前的景物是模糊的 那不用擔心 因為它本來就是顯微鏡嘛 它的專長呢 就是靠近再靠近 像比如說我們拍這個包裝 看起來的結果就會像這樣 你看這實際上的字是有多小個 不然我們再試另一個嘛 拍這個手機的螢幕看看 那因為手機螢幕本身就是亮的了 所以可以把這個燈給關掉 那麼最後所拍出來的結果 就會像這樣 即使是它已經夠細緻的螢幕 還是拍得出像素的排列來 反正大致上的配件就是這些了啦 那接下來就是體驗時間了 我用這台iPhone 13 mini 來實際搭配這些鏡頭 出門一趟然後實際拍攝 因為這次本身的望遠 跟微距表現就蠻不好的嘛 我覺得就蠻適合用這種外掛的方式 來呈現出差別來 那這種題材要是沒有對手 就不夠看了嘛 所以我也會拿這台S23 Ultra 跟iPhone 13 mini的望遠外掛一起比較 到處也會放上實拍照讓大家瞧瞧 而且或許我還會做出一些廠商沒有提到的 規格外的用法喔 主行這些飛線能不能讓你的手機無痛升級呢? 使用新的環節 Go Go 好啦 那就先來說說這個外接望遠鏡頭吧 我是用我自己的大腳架接著手機架 對好位置後再旋景鏡頭 這樣就很穩了 那在拍攝之前 也記得先調整鏡頭上的焦段與焦距 焦段就是取決於你想要望遠的程度嘛 放置這樣的話 各位就更能感受出有沒有外接的差異了 左邊是還沒外接的時候 可說是完整曝露了這手機的缺陷 右邊的話就好很多啦 不說都不知道是出自同一支手機了 欸 那喜歡亂玩亂搞的我就在想啦 既然S23 Ultra本身的望遠就已經那麼強了 那如果將它的望遠鏡頭在外接望遠鏡頭的話 究竟會得到什麼結果? 嗯 結果就是這樣的 這個距離真的已經遠到不行了 雖然有點柔和 但至少能看得清楚文字 但底下這些字依舊能看得清有夠恐怖 然後左邊這張是不加外掛的結果 跟剛剛一樣 雖然畫質比較銳利 只是AI再怎麼厲害 還是穿木太豬這些字來 那也要提醒各位 這個是非正規玩法啦 乖乖用主鏡頭來搭配這些外接鏡頭 才能獲得最好的效果 望遠介紹完 來看看Apexo的微距鏡吧 使用的時候也要注意 盡可能的讓鏡物對在焦距上 結果還是挺不錯的 畢竟這手機主鏡頭本身的畫質就還行了 現在這麼一掛 等於是直接讓它上一層可以微距的buff 效果當然是比市面上 許多手機的獨立微距鏡還要好 至於這個顯微鏡 掛上去開啟補光燈 你就知道它有多厲害了 對這個是我手上的皮膚 上面的細毛以及有什麼小小的髒東西 都一覽無遺 那其實這幾天 我最常拿來用的就是這個外接微距鏡 除了那以完全不同的角度 看見生活中的各種事物之外 拿著13mini拍這些照片 也一直有種微妙的感覺 那各位也能猜一下這些照片原本所拍的物體是什麼 留言在底下吧 答對了沒有獎勵 總之以上 就是這幾款Apex外接鏡頭的開箱與實際使用啦 它的存在並不是用來超越當機所有的手機 而是讓這些原本表現普通的機種 開發出更多的可能性 所以這樣看下來 哪款鏡頭是最吸引你的呢? 就分享給大家吧 謝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